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山楂洋花,我是山山 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讲一点点多肉植物上色的原理 以及小妙招啊,误区啊什么的 首先呢,先让大家感受一下多彩多肉的魅力 大家看看这些图片里面的多肉呢 你想不想自己家的多肉也变得这么五彩缤纷的呢 其实多肉之所以会变颜色呢 本质上就是体内的叶绿素、花青素、胡萝卜素 以及这个叶黄素等等各类元素的含量发生了变化造成的 而咱们想要这个多肉变颜色的话 第一点要做的就是减少多肉体内的叶绿素 顺便呢,给它增加一点其他的元素的补充 这些原理理论上你可能听起来感觉有些麻烦 那咱们就简单一点来说 那就是完全可以通过光照还有温度来控制多肉的变色 其中用光照来控制多肉的颜色呢 最简单也是最容易见效 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别详细的说一下 用光照来控制多肉的颜色 可以从时长和强度两个方面来说 其实说白了就是平时给它们多晒太阳 让它去变色 一天八个小时呢 这样是最好的 这里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想要这个多肉变颜色的话 最好是让它们直接去晒太阳 千万不要给它隔着一层玻璃这样去晒 否则这个玻璃呢会折射掉大部分的紫外线 让整体的效果呢大打成空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秋季的太阳 它的紫外线强度是全年的最高峰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刚好是让多肉植物变颜色的最佳时候 想要试试的小伙伴们可以抓紧时间咯 那刚刚咱们说了 想要让多肉变色明显 就要先降低它体内叶绿素的含量 而加大这个多肉生长环境的昼叶温差 就是降低叶绿素的最好手段 那有条件的话 可以试着让多肉的昼叶温差在15度左右 这样对于上色来说是最合适的 在咱们平时养多肉的时候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把多肉养到变色 一来呢这种疼就感确实是很棒 那第二来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商家 真的是越来越坏 会把萌药滴在这个多肉里面 把它烧到变色 那这种多肉一般被商家称作为药井 看起来它的颜色是特别特别鲜艳的 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呢 就会死掉了 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 一定要多用点心 好了 仰湯谢谢